大家好 我是龍振天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這一集的運氣法則 仍然是晶月 我在這裡祝大家今年心上事成 財源廣盡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在剛過去的年假 大家有沒有去哪裡 應該都沒有什麼地方去 戲院、健身、美容 關門、酒樓、餐廳 晚上禁堂食 我想大部分時間留在家裡 我經常跟我的客人說 疫情我們控制不了 但我們仍然可以選擇 我們自己的時間分配放假 不同人都有不同消磨時間的方式 有人可能呆坐家中 幾天就過去了 我經常都說最重要是 年假過了之後 看回頭問自己 過去這幾天做過什麼呢 如果想了很久都想不出 那會不會真的有一個大問題 人生初陀了歲月 我經常都說時間不等人 時間永遠用錢賣不到 所以在我的人生 我真的非常之重視時間 我也都很討厭別人去浪費我的時間 我剛過去年假 拜年活動已經少了很多 其實大部分都是留在家裡 晚上我都習慣了 會看一些劇 這段時間有什麼劇 沒有什麼特別劇 那賀歲片又沒有了 都是看回舊片 也可以在Netflix 我都會選一些我過去很想看 但又沒有什麼時間看的片 其中一個就是指定幸存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Designated Survivor 挺好的 我挺喜歡那個男主角 做那個美國總統 做得很入氣 還有他那個理念 當然這個是一個虛構的人物 但他那個理念跟我也一樣 就是以成代人的 很真誠 所以我看下去 我是特別有感覺 那也都是帶到他今集的主題 就是你怎樣去利用你的時間 提高你的生產力 時間每個都一樣 但怎樣去花時間 每個人都不同 在節目開始之前 就提一提大家 如果未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隔離記得按一下小鈴 當有新片的時候 第一時間會通知大家 另外就Like我這條片 分享給你的朋友 如果你的朋友正在經歷 見他好像時間不知怎樣用 又或者有Productivity很低 亦都可以把這條片分享給他看 最重要的 留言給我 有些甚麼想法 好和不好 都可以的 告訴我 想看哪一類型的影片 亦都可以告訴我 我現在 我都在想 之後會做些甚麼影片 暫時來說 接下來的苦年 我有些甚麼計劃呢 主要分為幾方面 在我自己日常的工作 當然 見客人會是我主要的工作 幫人說命 做諮詢 風水 這些 看風水 另外一個 我過去幾年都有做的事情 就是舉辦online course 接下來 我都要磨勸策掌 新的一年 最少我都會做一個 如果我心目中想 我都可以做兩個online course 即是我很想把我 學習到的東西 我去分享 告訴別人 這件事 給任何一件事 都有意義 對你的人生有意義 你的人生都會快樂 我很多朋友 甚至乎有些客人 都是 見他讀書 很勤力 學了很多東西 但學完之後 如果沒有一個 對社會的回饋 我覺得很浪費 讀那麼多東西 學那麼多東西 只能滿足自己 適當時分享給別人 好像我早一陣 大家現在看到我 鏡頭變軟了 為什麼 有原因 當然角度 設定不同了 但主要原因 之前身形肥 肥當然是比較便宜 只看我的頭 現在不是 看我身光頸漂亮 又穿西裝整齊了 很多時候 現在疫情 很多時候 客人 都會在Skype 視像 我們去談 師傅 你真是精神了 還有 身形 為何現在這麼 尺寸 很尺寸 我現在要減耐 內臟脂肪 肚腩 那些肉 那些脂肪 最難減 現在去到那部分 所以遠一點 穿衣又好看 身體輕便了 精神了 睡覺睡眠質素 非常之好 我很多時候 我一覺到天亮 就直落 我亦都覺得 身體各方面的機能 因為我亦都有很頻密的運動 現在健身中心沒有開 少一些 但仍然我都會有保持 最少一個星期兩至三天 是中強度的運動 我自己都保持控制住 很多朋友 客人看完 師傅 你可否分享心得 那我就分享 過去程度農時 我都有分享過兩集 做運動的心得 有一集好像是專講一些 控制飲食 控制體重心得 大家很喜歡聽 最近又提起這件事 大家又輕之勃勃 接下來我都想著 程度農事 我都會找一集 我再很有系統去說 因為我不是很空泛地 我最不喜歡空泛 大家都知道 很空泛地 吃少點東西 不是那些 不浪費 而且你要減肥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九成人都錯了 是怎樣 上網打減肥 跟著什麼明星的減肥餐單 吃洋蔥減肥 什麼飲水減肥 沒有用 為什麼 那個人不是你 大家的體質都不同 大家的要求都不同 第一 第二 你這個飲食 只不過是一個暫時性的飲食 如果你說真的完全不吃東西 什麼日後空肚 什麼一天吃一餐 晚上喝兩杯水 一個水果 那有用嗎 是啊 你那幾日減得很快 但之後呢 我專注於之後 好像我們人生都一樣 表面不重要 短時間沒有用 我們要遲之以行 我們要有一個習慣 那我接下來的程度農時 我就很樂意分享 到其時我就詳細再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 二級收一點的 會有 師傅不如拍個影片 十幾分鐘 說完 即是怎樣去控制體重 我都會樂意的 那大家留言 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的話 告訴我 那我也有時間 有機會 我也想去拍 那這個就是我的見客 工作 我的網絡課 那另外第三樣東西 我今年想做 大家都知道 我去年開始 就開始炒期指 成績一路都 一開始當然不好的 要交學費 但是我很開心 今天我剛剛收到 我上個月的表達 那就是沒有輸錢 贏錢 盈利比較可觀 很開心 那我更開心 不是我上個月贏錢 你賣大小 你都會有贏有輸 我強調的是要持續地贏 那我已經是持續三個月 我都贏錢了 那意味著什麼 開始不亂來 開始有系統 開始去識體 那我日常我炒賣的過程 我每天都會跟自己去review 那操盤手 炒期指 其實是一件很孤獨的事情 我經常都強調 孤獨的操盤手 全世界沒有人幫你 人家可以幫的給意見 但是很難說有一個人 每天在你身邊 一不停跟你炒 不會的 那你一定要是靠你自己 吸收知識 然後應用 還有那個紀律 情緒控制 其實過去一半年 我覺得最主要是磨煉我的情緒 和一個紀律 過去這三個月 叫做好些 偶然間都會有情緒 偶然間紀律都會有問題 但這些錯處越來越少 我們永遠都是這樣 我們要贏 贏就要贏多些 我先說廢話 贏要贏多些 輸就是輸少些 如果你輸少些 其實意味著 你的盈利是更加多 是會的 我現在看下去 我自己有很獨到的心得 坊間沒有的 也都不要說怎麼說 每個人有不同的方法 每個人的平台都不同 可能好像運動一樣 跑步 跑步姿勢 教練可以教你 但是你去跑100 200 400 800 去到半馬 甚至馬拉松 你要自己不停去摸索 不停去review 我找到一個適合我自己的方法 其實盈利的部分是不錯的 如果指標 當日的運勢 當然我們做這些炒賣 不是很講運氣 不是說等運動 沒有的 但不多不少都有一些運 我經常都說 你那天 你譬如贏1,000元 和贏1,000元 這個純粹是運 你不能預測 看看市場是否給你 這部分沒有問題 而一個問題是我輸的部分 當我遇到挫折的時候 我會怎樣做呢 這個很重要 這個就是去到你自己的紀律 情緒 我就是著力在那部分 當我那天不順 就是肯有贏有輸的 不會說你懂了方法 10天有 11天贏 你不要天真 因為有很多人 他誤會了這件事 所以他經常都輸 因為註碼運用得不對 而且他對那個事 有一個不合理的期望 所以變了就不對 你要懂得走 譬如我們去炒旗子 當然市場走 你可能贏到一百點 二百點都可以 一般不會的 一般可能會五十點 最多七十點 你要走 你不肯走 就等於怎樣呢 去銀行 去便利怎樣 搶錢 搶錢 知道有警鐘響了 不知道警察何時來 你要有個能來 嘩 這麼多東西 先拿多一會兒 好像還沒聽到警車聲 真的沒那麼想 拿你自己的份料走 市場就是這樣 但每更多人 就是在裡面不走 變了被人遞一個正著 意思是什麼呢 每個市場 當我買 駕駛了 升了五十點不走 不走 然後倒跌 倒跌回三百點也不走 整天很多時就在這裏 又或者有些人會有一個 我以前也是 之前賣一些投機產品也好 股票也好 有一個不合理的期望 意思是什麼呢 股票升 那天你有運 升二百點很好 升二百 可能有一個股市 可能升到一千點 一路不放 變成有一個錯誤期望 你永遠迎來不了 為什麼呢 贏你不走 輸你就輸到盡 輸到錢沒有了 那就走了 所以永遠要輸錢 如果你要扭轉這個局面 就是輸的時候你要肯走 你要肯承認錯誤 那我自己 大家都知道 我那個心理質素很強大 EK很高 當輸錢的時候 我就會跟自己說 我要承認錯誤 我直接說出口 我要承認錯誤 搞錯了 我要承認錯誤 果斷地指洩 禁制 我還令大佬 就是我幫大佬拿一些 潛意識指令 令大佬有滿足感 變成去到下次的時候 就是我心安理得 我每次入市之前 我都會想好 升到哪裏我要走 跌到哪裏我要指示 要想好 去到那裏 嚴格執行 當然技術上 有些東西可以幫助我們 譬如下盤的時候 你會否已經定了指賊位 指洩位 可以的 變成了情況 又會好 一路就好轉 我開心的位置 就是我連續 三個月都會贏錢 我開始意會到 我開始走出這個困境 不是巧合 一個月是巧合 三個月 三個月六十個交易日 六十個交易日 其實很多 我期望 一路第四、第五、第六個月 我們重視永遠不是贏錢 贏多少錢 不是 我們重視要持續地贏錢 沒有運氣的 市場大升 我們贏錢 市場大跌 我們又贏錢 市場上下落 我們都是贏錢 我現在就向著這個方向去走 將來有機會 或者都可以分享多些的心得 我現在我自己 我都會做很多筆記 那些筆記很珍貴 我經常都說 我這些筆記 不是用錢換回來 我這些筆記 全部是用我的血 以及用我的痛苦去換回來 是的 我很肯定這樣去說 任何一個成功的操判手 在股市上面 他可以長期贏錢 他必然之然是輸過很多錢 只不過的分別就是 他怎樣能夠在輸錢裡面 他獲得一個教訓 他可以重整他的思路 他可以行得對 嚴格地控制他的紀律 嚴格地控制他的情緒 是的 那入口 有機會我可以分享多些心得 給大家聽 那麼 這個苦練 頭部都開得不錯 剛剛現在就 新精頭 收到一些訊息 哎呀 那就贏錢 那這些就是我做的事 好了 大家聽不聽到那個重點呢 去到今天的主題 就是怎樣提高你的生產力的四個方法 因為我身邊也都有不少的朋友或者客人 有些我們認識了很多年 朋友認識很多年 有些客人也認識了很多年 為何每年都聽到他講同一樣東西 那麼原來那個問題在哪裡 那個問題會就是停留在港的階段 而他沒有去貫徹執行 那麼這個就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麼這個我一會兒再詳細講 那麼提高生產力 那麼緊不緊要呢 對每一個人都是很緊要 那麼我的生產力高不高 我的生產力很高 我的productivity 我想在朋友圈裡面 我認識的人 我都是數一數二 我在想 有很多客人都問我朋友 為什麼你可以做到這麼多東西 我在想 我很詳細 我錄這一集之前 我很詳細想 因為我真的想幫助大家 我想說一些實質的東西去幫助大家 那麼有些什麼事情在裡面呢 那麼原來就是我夠實質 我夠實質 意思就是什麼呢 我每天完成了一天 一個星期一個月 你上去做什麼呢 師父 我很實質可以去講 我看到幾多個客人 我寫了幾多篇blog 我去拍了幾多條片 或者做了幾多個訪問 所以第一件事 你的目標 你一定要把它量化 量化 量化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現在很清楚 一個星期三篇blog 一個星期一條YouTube的片 一個星期一集程度浪事 這個是基本的 另外 每月可能會有網絡 我會設定期限 三個月我會完成 然後這三個月裡面 我再分析 我幾多天會做一個draft 譬如我會 我通常 差不多半年了 現在半年我會搜集資料 看看有什麼課程 會適合大家 有什麼課程 我很有心得的 我很有興趣分享 很多東西講的 那麼我就會去搜集資料先 然後我就會去拍 我寫了個稿 寫了個稿 我會去拍 然後我會去執影片 上平台 跟著介紹給大家 那全部有時間線 我會跟著這個時間線做 時間線會不會很準確呢? 都不會的 那不緊要 你起碼先 你一定要有個Skeleton 如果你要有一個成功的計劃 你必然要有個Skeleton 你要有個孔先 我會跟著這個孔去做 FINE2沒有問題的 去到那裡多得太 少得太 就退一兩天 做一兩天完成 快點搞定 都可以 這樣就一定要有 你的計劃一定要實質 所以你要好好審視 你自己的計劃 你的計劃 會不會是很實質的計劃 不要太空分 不要說今年好些 找份好些的工作 什麼今年轉工 不要想這些 經常想轉工的人 大部份都轉不了工 我的朋友 做了一份自己不喜歡的工作 年年新年願望 今天要辭職了 今年要離開 聽到很悶 跟同事說 我都留不久了 辭職信 擺了一個抽屜 你不要這樣 第二個問題才重要 你想轉工 你轉什麼工 你轉回同一個業務 只是轉公司 還是整個業務 但他們這部份的想法沒有了 他們只有一個很空泛的願望 你如果這樣 那天都不明白你想什麼 想幫你都幫不了 你一定要有些實質的事情 你要是跟自己說 這個去到你自己的思考 當然 你可不可以等運到 可以的 會突然間有我舊老闆 轉了工 然後找你過去 然後成工 又或者公司 不知怎樣改善換代 你就連升三級 都可以的 但變成就等運到 而我們的人生不是這樣的 我最清楚 我的人生 我從來沒有等運到 我不會每天做重複同一件事 而期望將來會有改變 我不會的 今天輸了錢 為什麼輸 輸多少 輸在哪裡 你用什麼方法去入市 當期市 你用什麼方法去止蝕 我每天都會評論 評論到一個位置 你提多自己都會遭 原來因為情緒的問題 原來因為情緒的問題 怎樣 止蝕位應該要定小一點 還是怎樣 你慢慢會改變 重點是什麼 你要有一個思考 在裡面 我韓文 大家都知道 我們程度農時 學了十五個月日文 年多了 當然很流利的日文 我們講不到 但我們簡單的對答 現在WhatsApp 我們全部用日文 我覺得挺好的 一直練習 老師告訴我們 多三四年 我們就可以講到 很簡單的日文 譬如 會不會去酒店 訂房 閒談 問路 就可以去做一道 我很期待這一天 我想講的重點是什麼 我們日文老師告訴我們 跟我們中國人很不同 他說過年了 我們去廟宇拜神 日本人很喜歡拜神 去很多不同的廟宇拜神 他們拜神 怎樣呢 有些事情拍三下 鞠躬 有些事情拍一下 可以拍兩下 去到廟宇會有指示 告訴你 我覺得挺有趣 他說同一時間最重要的是 許願 要磅水 磅水那些不重要 添香油很正常的 我們廟宇拜神都會添香油 最重要的是許願那部分 他說 我們日本人和你們中國人很不同 中國人許願是怎樣呢 全部是許一些不實際的 很空泛的 他說出空泛 這樣就給我一個男人 有時拜神 我要天降橫財 期望今年中落財 他們說日本人的文化不要得 意思是甚麼呢 你不可以不勞而獲 你不可以跟天講 天點幫你 想起來就合理的 這個求橫財 那個說不用做 那個說今年退休 那個又不節食 又不做運動 要減40磅 天點幫你 日本人許願不是這樣 日本人許願是很實質的 譬如這樣 想考試合格 他們不會說 祈求今年考試合格 不會的 他們會說 祈求今年保佑我讀書好精神 我健康的身體 就期望可以保佑我每個星期 可以讀五日書 又或者保佑我可以去到一家很好的補習社 去補習英文 類似這樣 他們是要許願的時候 他們要講一些很實質的方法 我覺得挺有趣的 由此 會不會也都可以看到 日本人是很無實的 他們就算許願都很無實 這樣 會不會就是你那個腦海 在新的一年 你的計劃各樣 是很空泛的 你空泛到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做 然後期望有個財神出現 突然間在門口 成萬兩黃金 在你家門口 是不會的 我自己也是 我剛才我 接下來的計劃 我什麼計劃 工作很實質 三篇blog podcast YouTube 見客很實質 online course很實質 我不是說不用做 不是說年尾什麼都不做 突然間有幾個online course 大賣 不是這樣 又譬如說那個期子 希望期子寄予很大的期望 我就是從此不研究期子 不是 相反我比以前更加勤力 過年大家放假的時候 我在看電視 在吃國仔 蘿蔔糕 那些賀年食品的時候 我每天都看期子 我看那些股票書 上網看 找很多資料去背後我的理論 我是這樣的人 所以大家一樣 第一件事大家要做 就是你一定要有些事情 你要好好實質 你不是說只是空泛 我有個計劃 我要減重 不是這樣 而是你減重過程 你有什麼的過程 會就是控制飲食 多做運動 運動多了 一個星期要多少日 每一個星期初步 可能定兩天先 每日可能30分鐘 不要跑 走 你會不會定了一個這樣的計劃 然後你去執行 這樣就來得實質很多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你工作的時間很重要 我現在一定是這樣 我現在不知為何 習慣了很早起床 放假不放假 我都是很早起床 以前有時放假 我都可以10點多 11點多才起床 沒有的 我現在7點半 叮一聲 張開眼睛 很精神 起床一天的工作 人最能夠專注工作的時候 什麼時候呢 我自己 我日後 你沒有理由 吃完早餐 你又睡覺 除非是早餐 你吃過餐蛋麵 菠蘿油 好像我朋友一樣 我不會的 我每天早餐都肯了 兩隻煎蛋 一杯齋啡 就是這麼多 真的這些 吃完都還可以兇肚吃早餐 你吃完都沒有吃東西 但是個人夠精神 能量還可以 反而覺得輕便 如果一天早餐吃了火腿通 我不是說 嘔吐麵這麼誇張 吃了火腿通 嘩 人都已經呱呱滋滋 一天腦大腦很消化 嘩 糖分又高 大腦充滿了葡萄糖 不好 對思考力都會有影響 所以大家不妨現在立刻 你早餐吃什麼 你早餐會吃得很豐富 有些人又完全誤會了 有派人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金字塔式的早餐 早餐要吃得最豐富 豐富的意思是什麼 早餐要吃米飯 沒有米到肚子 是不行的 嘩 早餐到三碗白飯 你供人嗎 隱身到現代 我自己覺得 我真是很主觀的 我自己的感覺 跟任何人無關 我自己覺得 就不太恰當 你怎麼會日後 嘩 你吃那麼多東西 應該由早到晚都適量 當然 每個人不同 但無可否認 你日後如果吃那麼多東西 跟著你上班 你哪有能夠集中精神去思考 你那個糖分那麼高 除非你是勞動階層 我不敢說 你搭棚的 你擔泥的 你掘路的 你可能你知道多吃點 給我 我可能吃五碗飯 但大部分的人 都不是一個勞動型的工作 大部分都是可能寫字樓 思考型的工作 你就要想 第一樣要想的東西 第二樣 最好的時機 工作 最高生產力的時機 一定是日後 我日後 我回到來 我可能當8點多 9點鐘 我現在日後 我要看市 一至五個看市 通常 看到可能是11點多 這樣就完 開始工作 有時是10點多 市場就10點多 開始工作 做到12點多 如果我去吃飯時間 我不餓 我會繼續做 我會做點幾 甚至乎2點 都可以的 等身體又不用吃那麼多 你晚一點吃 你下午又晚一點 一路延遲 吃的東西越來越少 這都是小小的秘訣 你不要斷了一道氣 一路做 怎麼都做兩三個小時 我自己真正工作的時間 兩三個小時 日後兩三個小時 這樣就OK 真的是那些打文件的工作 當然不算見客 見客大部分 下午就開始見 一路見到晚上都OK 因為我見客很開心 客人上來就知道 我見客又遇見朋友 是很閒話家常的 我自己是真心 我想幫那個客人 真心我好去留意 我的朋友說什麼 然後我真的搞盡腦汁 怎樣用最簡單的方法 表達我自己的想法 而去幫助他 而令他做得到 解釋他的命運 那些見客那些 下午夜晚 OK 因為聊天比較活動 但我思考 有說 看書 日後早餐我會看書 我會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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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欺負很多 你每天半個小時 看書 一年下來 你可以看很多本書 可以投資書 其他那些我自己想看的書 可能心理學的書 我都是日後這樣看 去到下午便可以輕鬆些 譬如現在拍片 吃完飯 糖分高 血糖又飆升 你拍片一邊說話 說話你不會睡覺 那就恰當去拍片 見客 有客見客 晚上 你的大腦得到充分的休息 你要去放鬆 去到夜晚 我主要看片 看電影 看YouTube 看有些什麼新的東西 都可以學習 你看YouTube有些有趣的話題 這個大家可以參考 最好將最重要的工作 全部都放在日後 這樣就比較會好些 大家不知道日後不會吃很多東西 如果你吃很多東西 精神集中不到 你留言告訴我 我都很想知道大家的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是怎樣 好了 接著就是第三點 第三點也很重要 我也發覺很多客人或者網友 都會有這個問題 我的朋友 我更加可以觀察到他們 你一定要認識自己的工作 我之前也有說過 千萬不要做太多的壞事 生產力不高 甚至乎生產力極低的人 是他不能夠很集中 不能夠很集中精神去做一件事 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很有趣的 我那些朋友 我不知道他會做甚麼 他每天晚上八點半 他就回去 那些老夜 八點半回到公司 晚上磨到十點才離開 不知道他會做甚麼 如果我呢 我不會的 如果我上班 我日後一個半小時 我怎樣都做了 下午可能開會 跟人家聊天打關係 辦公室政治 我搞其他事情 一定是這樣的 約他吃飯 約六點半 不知道摸甚麼 有時都會叫他 上來我寫字樓坐下 聊一下 你看到他的人 不集中 他不能夠集中去做一件事 很多時候要醞釀很多東西 譬如說 我們要去搞一件事 還是怎樣 一起圍起來 可能聊些事 半個小時都圍不到 一時就抹下桌 一時就弄一下東西 一時就弄 你要有東西去分散 注意力很容易 我寫字樓過這麼多東西 我有空抹一下 這裡有空抹一下 那裡 怎會完美 抹完轉頭又有塵 又去抹過 你不要花太多時間 在無謂的事情上 又或者 我不知道你現在 會經歷這個情況 日後去穿衣服 襯衣服 半個小時都出不了門口 又看看這件衣服 穿上去又看看 穿三四套衣服 不要 最好是怎樣 Steve Jobs永遠是怎樣 一件長袖的T恤 一條牛仔褲 是這麼多的 對鞋都沒有怎麼轉 不用想 做二、三十套衣服 睜大眼就是 就像我一樣 來去兩個圍 睡覺圍沒所謂 睡覺圍來去都是垂衣 日後上班 可能是放假圈 運動圈 運動圈 不用想 T恤、短褲 娜氣走 還襯 sins 身職 再打卡 不會的 非常簡單 就是西裝 襯衫西褲 都會這麼多 那些衣服,你現在幾千件衣服給你去配對嗎? 不會的,下去就只有十多二十件 頂多給你三十件衣服 那你穿習慣了 哪件衣服就襯哪條褲子,當然了 淺色就襯深色,深色就襯淺色 類似是這樣的 那你為什麼襯完又襯呢? 人生最大的問題就是有多事情 你明知結果,而你不斷去重複 感性的人就是這樣 每天的態度都不同,每天的感覺都不同 昨天不代表今天 昨天我覺得不喜歡,不代表今天不喜歡 就是游來這些東西 結果人生浪費了很多時間 又或者明明都不是想著買那樣東西 然後花很多無謂時間,又去看 看完又不買,又不知怎樣 那我的朋友就是這樣 去試個耳筒就聽,你要不要買 第一,他就買 第二,你這麼麻煩 一去試個耳筒,無緣無故在袋裡拿出來 整套東西又打開,又拆開 然後耳筒的條線又拔開 又不知怎樣,又插進去 你試個耳筒,試一試 搞成10分鐘,成旁人在等 你的銷售都不耐煩 而且我明知道他擺明是混吉 他根本不是買的 很浪費時間 不要在這些東西身上 不要在這些東西身上 你要你就買,有甚麼想好你就去 你選擇可以的 你看一下可以的 但你不用花太多無謂時間 襯衣、買衣 都不是買衣 然後感性人最流行 看看有甚麼 看看會否觸動到我 找東西買,但甚麼都找不到 又浪費了時間 你這樣生產力怎會高 你這樣生產力當然是極低 所以就不要去做這些 一定要集中精神 另外有時很多事都會這樣 我們有空,不知道有甚麼要做 不要這樣 我自己用Evernote 用得很好,用了很多年 我用Evernote就已經分類了 有甚麼私人上我要做 有甚麼工作上我要做 有甚麼有空我要做 看看當時的時間 上班,工作時間,我不知道要做甚麼 看一看,我要寫開年飯要吃甚麼 當時就要做 有個List幫助自己 你的時間就可以很善於利用 一天下來你就寫了很多實質的東西 或者是做了很多實質的東西 這樣呢 這件事大家都可以不妨參考 一定要有個清單 幫助自己 有空又可以看看 有甚麼我要做 有甚麼我要做 我們工作一定很繁忙 每天有這麼多客人 我們要溝通、聊天 自然有很多工作 但那些工作我都會有條 不是的 我都會寫在我的清單裡面 有空我就清點 有空我就清點 有甚麼有空 我會放在前面這樣去做 另外就是人生要成功 你的生產力要高 你一定要專注 你要很專注去做一件事 然後將它發揮到極致 我們的人生 這個大道理大家一定要記住 我們的人生有多時都是這樣 在工作上你不要太多心 我又要搞這件事 又要搞那件事 開始了一個project 做了10%又不做 又拉著另一個火頭 做另一件事 又做20%又不做 變成到最後 你很忙 沒有一件事你完成 反而我認清目標 我是這三件事 我就很專注去做這些事 然後將它發揮到極致 我很專心地做到最好 這件事日本人是很厲害的 日本人有個天婦羅之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他十幾歲已經炸天婦羅 做天婦羅 他天婦羅 要預約一來很貴 三四萬日圓一個人 第二你預約都預約不到 一年前你要預約 他就是怎樣 他一生只做天婦羅 其他甚麼都不做 我就主力做天婦羅 我幾十年 你想想一個人幾十年研究天婦羅 即是他的心得好得多重要 然後我將他發揮到極致 壽司之神都是一樣 十幾歲已經是開店了 一路做做 做到現在八十幾歲 每天都很勤力 他就是一生貢獻了給壽司 這一門學問 將他做到極致 好了到你了 你的人生 你 dedicated了給些甚麼呢 你要問自己 還是我都沒有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沒有錢就回阿公 那就應付一下 自己的興趣又不是在那裡 不要這樣 最好就是你自己有一件事 你 dedicated 給這件事做到極致 又或者更加好 每這件事成為你的工作 更加好 你earn the living 我經常都說 earn the living很重要 你的興趣固然重要 earn the living也很重要 我希望透過這一集的分享 可以讓大家知道 怎樣去提高你的生產力 這一集對大家好有容存 最後提一提大家 訂閱我的頻道 隔壁的鐘仔按響它 每個星期有新片 就會通知大家 like我這部片 comment有甚麼想法 記得告訴我 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好 這一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好 好